不过现在蓝绿对决的态势 是不是已经正在进行中呢 毕竟礼拜六就要投票了 那因为赵绍康这个要回归 而且是强势回归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许蓝军的支持者会士气大震 但是对绿营的支持者来讲 是不是更加有危机感的 来问怎么看 我们说这个蓝绿对决的态势 是不是隐然已经上升了 第一个现在蓝绿对决实在是没有意义 快过年了 再加上今年其实没有选举 那这两个罢名很有趣的就是 这个黄杰跟王浩宇 基本上不是民进党员 王浩宇是后来最近在 在罢免前大概半年左右入党的 但是透过这个罢免 本来是一个社会运动 或者是个别的公民推动 我都觉得没有意见 但是因为赵绍康的因素 你可以把它叫做碾鱼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激进螺旋 如果两个人 一边笑那个太软 两个在比激进的话 就会创造出一个国民党党内 我先讲他是他们党内 党内的不正常不健康的氛围 那如果往那边走的话 对国民党是福是祸 我跟你讲讲理智的话 通通会被淹没 讲理性的话会在国民党内 被视为异端 所以端看江启臣怎么面对赵绍康 赵绍康的七首事 就告诉你了 他用的是27年前那一招 制造恐惧 哪怕那个恐惧已经27年跳票了 制造把人家跌标签 把敌人丑陋化来打 那如果江启臣也跟着往这样玩的话 政党之间的气氛不会好 但是深蓝吃那一块 那问题就是赵绍康那一套 我们常常讲说深蓝会吃这块 其实深蓝当然会对政党的奋济 会比较介意 但我真的相信深蓝的人也是人 他会有一些理智的判断 你过度激进到后面 你集结的就一群疯狂的人 那个不会多了 那绿营支持者方面呢 会对于这个罢免案 是有要给蓝军一个教训吗 我先回到罢免案 有没有这种氛围案 其实民进党的定调就是 罢免案是公民的权利 第二个提出罢免 不要用报复性的 你知道罢免的理由 看起来罢免25%门槛很低 大家玩得起 所有的政党记得 我下面讲这句话 选民也许不在那25%里面 是另外的75% 他会对你罢免的正当性 打分数的 付出代价的是在那个选区的人 以黄杰做例子 我们要罢免一个人 最起码就是三个标准 你操守出问题 贪污了你还不下来 我罢免你 第二个是你答应选民的事情 具体的跳票 第三个就是你的这一个 有没有认真禁止 议会开500天你才来一天 这种东西 社会就觉得罢免刚好而已 但是如果只是 我跟你想法不一样 那个在选举就区分了嘛 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理念 实在不适合当罢免理由 因为他通过选民的选择 当选了多席次的议员 他就代表那6%或10%的名义 就你说那6%10%名义 跟我不一样 我来绕狼 绕个25%把你罢免掉 这种在选举就会扣分 那吴宜婉既然已经这么多 绿营的议员 还有包括两位 吴亦农 余天都下去了 不就是要把这个不同一票 催高出来吗 这个是现在 我了解的状况是 黄杰自己的定调 黄杰是五党籍 他要怎么打这一个 反罢免的策略 我们要尊重他 那他的设定是热战 那他打热战的话 当然就要拉高 让赞成把他留下 也就是反对票 多过赞成票 这是黄杰的策略 尊重他 但是如果国民党 有些幼稚的说法 比方说我看到江启臣 当到主席了 他在讲说 民进党去支持 这个就是什么 国家机器的恐吓 好奇怪 从王浩宇已降 你们国民党也没有扫动员 你们动员叫做公民运动 绿的支持 叫做国家机器 我觉得当到一个主席人 或者一个政党 不要这么幼稚 两个标准 所以当你罢免 变成政治的操作 而不是回到一个罢免的根本 什么根本呢 韩国瑜标准 韩国瑜就是 他的承诺 三个月就跑掉了嘛 那另外 真正该被罢免的是 高雄市有一些国民党议员 当时主张 去执询就是作秀 缩减议员监督执询时间 准时下班 超过时间 不可以执询 不准言会 然后呢 议员要监督市政府呢 必须抽签 我坦白讲 如果要罢免的正当性 这个理由比较正当 所以这个罢免案 在高雄当地 我看起来 连国民党自己的议员 都不见得赞成 哦 OK